同期又是鳳山最精華的區域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區域其實在不同的年代 它都發生了很多的變化 對於我們今天的年輕人來說 或者像我這種從外面來的人來說 我們其實只看到今天的面貌 不知道它過去到底是怎麼回事 但是如果我們有機會跟在地的 尤其是年紀比較長的這些長輩們兩天 你就會發現說他們還是有很多很豐富的記憶 甚至於也有很多的照片 都可以跟我們分享過去的鳳山是怎麼樣的 因為每一個人的記憶不一樣 還有年紀不一樣、年代不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聽到的故事都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那這個也是為什麼會有大東QQ跟粉絲坦這個作品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們藉著一個這樣的作品 去跟不同的人聊天 可能我們都會得到很多很豐富很精彩的故事 不,我們都會帶到台灣的 那你比較乖 對,要常常用詩 對 想不到一般 我們在童年記憶裡面有很多恐怖的事情 對 那都熟悉的 阿哥 哥都要有戰爭的記憶 我不知道耶 要我媽媽才知道 還有什麼戰爭的記憶 對 因為我媽媽她 她念大東的時候她有時候去日本教的 哦 對 所以她會記比較多 哦,所以 現在第幾屆 第幾屆 你們網頁不是有一間大照片嗎 對 有一個老照片 那是我媽媽拿出來的 哦 大東QQ的那個 那個畢業照片 那是我媽媽拿出來的 哦 所以你就是上去寫那個 那就是我媽 林小姐 哦,原來是你 是這一招嗎 是這一招嗎 還是另外的 就是他那個畢業 然後 還有我小阿姨的照片 哦 還有我媽媽的照片 哦 那就是 我來講出來的東西就不一樣 等一下 然後我要 我要去踏場 她就說 很出來的事情 問她就知道 對 當然也問她 我們都專門在問她耶 這張寫再來 要問她 我去問問她 你們下個禮拜還有什麼 我們再來就要到七二月初 再在那裡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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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晚安 晚安